修正决议最低工资法制定通过 耗17年的最低工资法12号终于在立法院三度通过 将消费者物价指数涨幅纳入因参采指标 省议会小组的成员政府代表3人 劳资代表个7人 还有专家学者4人 总共21人 另外也明定劳资双方议定的工资 不得低于最低工资 为者最高开罚150万 尽管三度通过 但是在野党仍有话要说 审议委员有21人 劳劳部长担任召集人 经济部一人 国华会一人 专家学者4人 劳资代表只有7人 资方代表7人 这样组成结构 没有办法到时候做实质的决策 在各国里面他是三方 一个是资方劳资 还有第三方 那第三方的组成 通常是学者专家跟政府 所以我们现在的最低基本工资的一个组成 也是这样的一个组成 除此之外 在野党也都要求最低工资的年度调整幅度 不得低于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年增率 神议会的劳房代表应该大于资方代表 最低工资的调幅不能够低于物价的涨幅 蓝营对实质内容部分也有问题 表示预期最后会变成图具形式 无法发挥实质功能 直移绿营打假球 绿营也回应这次最低工资法通过 也要建构完善审议机制 未来也不用再担心薪资动涨 使得通膨后变成变相减薪 有的新闻给亮 迪夫洛万里法院采访报道 最低工资